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季的《好味道》 如果大家喜歡看煮食影片的話,不妨按訂閱鍵 我們每逢星期一、三、五都會有新影片上載到YouTube 今集我會教大家做《腩菜肉碎炒飯》 《腩菜肉碎炒飯》 《腩菜肉碎炒飯》 我們先說一些材料 有白飯、瘦肉、腩菜、雞蛋、蔥、生抽、鹽 豬肉醃料有粟粉、白胡椒粉、鹽 片尾的部分會有食材的份量 大家也可以去我們的網站看看食譜 根據自己的需要作出調整 我們現在說一下做法 將豬肉洗乾淨,然後切片 再切成條 然後切成肉碎 然後再切成肉碎 加入鹽、白胡椒粉和粟粉拌勻 醃至少15分鐘 將蔥洗乾淨 將蔥洗乾淨 然後切斷 再切成蔥花 將雞蛋加到一隻碗裡打勻 用中火起鑊 加入適量的油 加入豬肉 將豬肉煮至八成熟 然後就可以撈起備用 重新用大火起鑊 加入適量的油 加入蛋漿 將蛋漿煮至七成熟 然後加入白飯 然後加入白飯 用鑊鏟將白飯推散 再加入豬肉 將材料拌勻 炒大約一分鐘左右 然後加入鹽 然後加入鹽 將材料拌勻 再炒大約一分鐘 然後加入鹽 和生抽調味 將材料拌勻 最後加入蔥花 將材料拌勻 完成 開上碟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意見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知道有朋友喜歡這個菜式的話 記得幫我們分享出去 你的支持對我們來說 真的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再講一講材料的份量 大家可以暫停了屏幕 或者按下方的連結 到我們的網站 這個QR Code 都可以去到的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一個Like 有什麼問題 記得在下面留言 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個訂閱鍵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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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